讲好故事过精彩人生 我是导演马军 高概念 高概念是好莱坞的重要术语 通俗的讲究是鱼计划售卖点子 它需要一个鲜明的电影概念 一个漂亮的钩子 所以也称创意推销 鱼计划无盖 它的剧本情节有利 三言两语就能说出故事的内核 独特与新颖 比如一个小男孩在衣柜中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他帮他回家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是电影《外星人》 一个玩世不公的广告业高管 突然获得了听见女人心声的能力 这是电影《男人百分百》 在好剧本如何讲故事这本书中谈到 一位编剧写了这样一个创意 一位冷酷无情 以嘲笑病人为乐的偷口秀精神病专家 在节目即将开播的时刻 出现了精神疾病的症状 它有那么一点因果循环的味道 是一个闭环结构 有学者将高概念电影概括为 The Luke The Hulk And The Book Look 指影片的迈向 如故事 明星或与当前契合的流行时尚 Hawk 指市场商机 最好有对标电影和畅销先例 Book 指电影情节简单讹要大多数观众能理解接受 因此高概念和概括为 故事情节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有著名导演指导或大牌明星主演 最好两者兼备 电影以之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和基础 如名著或畅销小说漫画等 也就是我们现在电影圈言必称的IP 这些原作已有了相当广泛或者稳固的受众基础 总之高概念电影就是以营销为先导而创意出来的影片 好莱坞大片基本上都属于这种高概念电影 早一些的《大白沙》《星球大战》《泰坦尼克》 会否捕出来 努力作弓 再勒 系列电影 蜘蛛侠 加勒比海盗 变形金刚 蝶中蝶等等 ready on the gun give me the old smart and you may live to be my stop badly 可以说好莱坞的城市化电影制作模式就是典型的高概念电影 高概念电影也是美国电影主要的生产发行方式 中国也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创作高概念故事有几个要点 第一 主角有明确的职业或地位 并有与之相关的性格缺陷 第二 发生了一件大事 主角不得不做出抉择 而他的自身缺陷 与解决问题之间无法调和 故事主人公的不得不 是使故事引擎强劲的关键点 三 在纠缠中产生反讽或讽刺效果 就是这类影片的核心阐述 与高概念相对应的是低概念 低概念的电影占了大多数 通常高概念电影比低概念电影更容易热卖 讲好高概念故事 我们要时刻关注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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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丝 背环结构 别忘了还要通俗易懂 高智商 高情商 讲高概念故事